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最近非常火的一种方法 如何获取大量的非常好的属性的装备插件之类的 首先给大家讲解一点东西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据点 这里有三条连线 这个问号的还有这个资源护送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领地控制 打完这三个连线之后 这个据点就升为四级了 所以说你可以邀请你三个朋友来分工合作 一个人打一个点 打完之后就升四级 然后红色的打四级据点分为两种 一种是进攻方一种是防守方 只打进攻方的话 它就变为白色的棋子 看到没白色的棋子 如果你进攻方打完了之后 就是白棋再打一次防守方 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的棋子 你看到我这里有很多个四级据点 非常快非常容易的 就可以把所有的据点打到四级 白色的白棋四级 这些刷白棋只是前期准备工作而已 你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打到白棋 只需要你的朋友有一个打到白棋就行了 就不如说我 我呢 这是我的小号 我把它打到白色的棋子 那么每当我和我的朋友都想打十几据点 都想刷装备刷资源的话 大概怎么办呢 首先呢 我切换到我这个账号啊 有这个白棋的账号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邀请我的朋友进来 那么呢 当我的朋友进来了之后呢 我就给退队 然后切换我的大号 加进这个队伍 然后我切换我的大号 切换大号之后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加入我刚刚朋友的队伍里面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我们两个都同时在这个白棋的地图上 就是成功卡了白棋地图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把这个防守防打下来变成绿色了之后 我的小号的状态呢 还是只是白棋 我的小号的那个地图也没有变为绿棋 所以说本期视频讲的就是如何卡白棋啊 然后一个账号 刷完白棋 然后以后要打四级据点的话就轻松了啊 只要打防守防啊 就可以了